大家好,我是洪水里的鱼,今天咱们聊一聊斗争 为什么说要聊斗争呢? 因为人生而为人在社会当中难免会发生好多矛盾 我们说的好听叫竞争 比赛第一,有一第二,是吧?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但是呢,竞争其实就是斗争 以前我记得有句话,与天斗,什么与地斗,与人斗 人的,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斗争史 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是吧? 包括配偶,包括比赛 这都是斗争,其实都是斗争 只不过我们把它文明化了一下,叫竞争而已 就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的斗争叫竞争 但其实根底还是斗争 就是只不过有的斗争比较文明一些,比较文雅一些 而有的斗争是比较残酷一些 但是我们有时候你一定要分清楚 什么叫内部,什么叫外部,什么叫激烈,什么叫残酷 什么是在合理合法情况下的竞争 什么叫争取 记住带争字的啊,都有斗争的一个意思 什么叫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 比如说这次啊,说一个女大学生因为三千一百块钱的押金没有退了 就服毒自尽 有人说啊,不知道 不就是三千一百块钱吗 其实我们这么说啊 在这个女孩自杀之前肯定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一系列的争取 但是呢,没有争得过人家 就是估计在争吵或者在各种的合理合法的情况下的一些就是 斗争当中啊,就争取当中 就是这个话术的竞争过程当中 发生冲突了嘛 可能是不占上风 或者是完全不占上风 一败涂地 三千块钱没有要求 没有退回来 估计呢,也生了一肚子的气 我告诉你,肯定是这样子的 否则的话他不会服毒自尽 以死来让这个房东啊 就是内疚一生 目的达到了吗 我跟你说,他绝对达到了 因为房东他就是贪小便宜 不管是不是这个房东 有理还是没理 因为,说实话 好多事情是非取之 其实只有双方自己知道 走到了的,去世了的人 自杀的人写的遗书 以及房东自己说的话 都是为了,都是向自己说 事实怎么回事 其实双方心里都非常清楚 你说后悔嘛 自杀的人后悔不后悔 我不知道 反正房东现在 你说他不后悔是假的 不就是三千块钱吗 现在所有的黑卧都在他身上 所有的不是都在他身上 他其实是无话可说的 毕竟死者为大 我不管这个 到底怨他还是不怨他 不管怨他不怨他 其实就是三千一百块钱的事嘛 他现在宁可说 别说三千了 给他三万我都愿意 因为后续太麻烦 名声算是彻底的臭了 我说是 即使是三千一百块钱 怨这个房东 人家也不会为这个女孩的自杀负责任 因为毕竟就是双方发生了一些争执 不会直接不是他死的直接原因 因为自杀这个东西有时候很难说 毕竟不是直接原因 我们不能说啊 因为三千一百块钱 双方发生了争执 发生了争吵 这个女孩死了 还是自杀 你要说当时因为争吵 哎这个女孩心脏病发作 当时就去世了 我跟你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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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这个房东难辞其咎 你跑不了 不管从法律上讲 还是从这个就是道德上讲 民俗上讲 他跑不了 可是现在你你你你你你你这个 从法律上讲是说不过去的 没有直接没有直接的啊 这个理由 但是从民俗上讲 这个房东完蛋了 这辈子他的名声难逃 贪小便宜 置人死地 把人给逼死的这么一个名声 他的配偶 他的亲人 他的父母 他的孩子 都会受到最少20年的影响 这个影响什么意思 就是哎呀 这家人不能来往 这家人有问题 跟他来往你要小心 因为三千来块钱 能把人活活逼死 这个话可了不得 啊 所以房东现在也是估计 也是后悔冒及 因为真的名声 人人过留生嘛 人的名声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中国 人是社会性的嘛 活名声的 活脸的嘛 人活脸 说活皮 你说这闹的啊 因为三千来块钱 搞的搞这么大动静 你要说三十来万啊 或者三千来万 搞的这么大动静 还能说过去 你三千块钱 也让人家女孩自杀了 你真的就一步都不退嘛 对吧 我不说法律 我不说不定的合同怎么定 翻回来再说这个女孩啊 我刚才反复讲斗争斗争斗争 有斗争必有胜 必有输赢啊 我们在斗争之前一定要想 我们赢了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在斗争前要想 我们凭什么赢 我们会不会输 凭什么赢 我们胜面有多大 你每次进行一个激烈的斗争之前 你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预 就是一个预测 能赢吗 为什么我能赢 赢不了怎么办 不是说你觉得你有理 你觉得你会说话 你觉得你有证据 或者你有这个势力 你就绝对能赢 世上没有这种事情 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 每个人都能都能成功 但话说好了 人家对方也一样 对方也会全力以赴 和你进行斗争啊 争取不是单方面的 那是多方面的 人家也是要争取自己的权益的 不管这个权益是合法 还是不合法 合理还是不合理 所以我们每次发生争治之前 一定要先有一个 我输了怎么办 我会不会输 我能不能接受这个输的这个结果 还是那句话 有斗争必有输赢 有竞争必有输赢 有比赛就有第一就有第二 第二它是输的 你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啊 这个奥运会 奥运会这个比赛的时候 第一名和第二名 金牌和银牌 是不是银牌觉得挺牛 其实银牌是输家嘛 对吧 因为金牌和银牌 绝对是第一名和第二名 他们是他们之间比赛 赢家得第一 输家得第二嘛 人家输家的也有银牌嘛 我们不能说一输 我们就要采取什么措施 不能跟日本人一输 抛肤 当然说五十到当年的事 现在日本人也不这么干 对吧 我们 我是说这个女孩 我们为了三千一百块钱 和人家发生争执的时候 去争取我们的权益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到第一次我们和他争执 输了以后怎么办 会不会输 有没有输的可能 输了以后 我们能不能接受 接受不了 我们再怎么办 是找家里人 还是找警察 还是打官司告他 那需要一手二手三手 那得有好几层准备 不能说我们一输 然后又生了一肚子气 肯定谁输了也不愿意 即使是奥运冠军拿银牌那时候 老是哭哭啼啼的 告诉你 因为他是输了的嘛 可是人家毕竟是有银牌 我们这输了以后就一无所有 就最起码三千一百块钱 我们拿不回来是吧 然后肯定嘛 比如说在发生点对骂之类的 比如说假设 不一定非要真是那么回事 我现在说的不是说这个女孩这个事 而是说好多人都有这种事情 接受不了我们失败的这种可能 或者说我们在发生争执之前 没有就是给自己有一个失败了的 这个场景的设定 我觉得人家有的人就这方面就特别的牛 就是说我跟你发生和你发生争执 第一次输了没事 我们从整齐骨 卷头重来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和你发生争执 这种人叫什么 腹虎之躯 有时候不是说他对还是不对 他的权益合法还是不合法 好多时候人为什么能赢 不是说人家占礼或者人家法律上允许 而是这种切而不舍 为追堵截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而不是说我们输了以后 我们非常生气 我们这个事情就 什么天理不容 社会黑暗呀 你去看好多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些人 就是算了这个事情 虽然我觉得我吃亏 我还让着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们缠不过人家 但是我不是说 死缠乱打 宣传这种精神 而是说我们要接受这种失败以后 我们需要转头重来 或者算了 我打落牙齿喝血吞 我这个事我不说了 我认为输是我意想当中的事 我和你争 是因为我面子上过不去 我和你争 我是努力一下 对得起自己 好多时候发生争执 是因为这个 我们去争取我们的合法权 所谓的合法权益 有时候仅仅是为了 将来回想往事的时候 回首往事的时候 我不后悔 我努力过了 给自己一个交代 但是有的人我觉得好像 就掉到这个坑里了 失败一次 就完了 这么说吧 这种人我还见的不少 我不是轻视他 而且我非常可怜他 我感到无比的痛心 非常的痛心 好多时候很小的件事情 发生争执 发生争执之后 对方 这个失败的这一方 就会发生好多极端的事情 不是说他非要扶独自禁 或者是怎么怎么 他比如说痛哭 就是这种 就是痛哭流涕 几天不吃饭呀 就是多少年都和你不说话 你知道有的人 一旦和你发生一次争执之后 如果他输了以后 他可能今生今世 都不和你说一句话 然后这个人就永远的 从你的社交圈子里就消失了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有的人你知道 一条胡同 我就见过这种人 一条胡同 他都不和人说话 今天你不对 明天他不对 只要说不对 马上跟你不说话 就 就封闭上了自己的这个 就是和外部沟通的 这种渠道 当然说这是性格史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如果我的朋友当中 有这种人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 就是要沟通 要有一个方式 方法 毕竟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社交 其实有人说 每个人的社交 其实就200个 据说啊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有效的社交 就是200个 超过这个数 比如说有个新人进来 就会把这个旧人推掉 当然说你会低于200 就是说 我们又认识了一个新人 超过200了 我们就没有能力再维系这200人 超过200人的这个规模 那么就有一部分不太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种比较残酷的话题啊 就是说 就可能会把一部分人给挤出去 当然说 如果你这个人社交不太好 就只有一百人 或者只有五十个人 然后你又不注意沟通 沟通方式 和一部分人发生冲突 然后这个人又自觉的 就是 人家因为和你发生争执以后 不管输赢了 你注意 有的人不是输了 不肯定来往 而是不管输赢 人家都会 气你而去 然后 你的社交圈子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 确实要注意啊 就是 为什么 就是说 人家这些人 我为什么要让着你 这些人 你是要注意方式方法的 尽量不要和别人发生冲突 因为 我们不知道对方 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人 就属于这种 这种特别偏执的性格 他不能和别人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以后 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是不是说那种 卷头重来行 而是一根一杆的插到底形 南墙和他只能有一个 要么强倒 要么他 要么他 要么就是 要么撞到南墙 要么他死在南墙上 这个话题可能非常残酷啊 我希望的是 好多人不要这种想法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 对于社会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宽厚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非要赢呢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角 但我们不是社会的主角 这个社会不可能永远让着我们 我们每进一步 都会有可能会失败的 人家说 人生在世 不如意者 十之八九 为什么我们成功以后 会非常的喜悦 为什么 成功来之不易 胜利来之不易 只有战神 就是世界上上天眷顾的那种人 才能每次都成功 估计每次都成功的人 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可怕 都觉得夜不能寐啊 说老成功 万一那次憋一个大炮 冒了一个大炮 一败涂地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 其实有时候 有人说过 说 也许你没有成功 是上天保护你 就是说 我们往前迈步 有些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前方是什么 是坑 还是井 还是水 还是好吃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想象它是好吃的 但是不是 谁也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没有往前迈步 也许真的是上天来眷顾我们 来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有时候 努力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坦然接受失败 不要就是这个世界啊 不成功 则成人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信号 因为刚才我说了 不如意者 十之八九 我们失败是常态 成功是偶然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失败一定要坦然接受 失败毕竟是常态 绝对不能不成功 则成人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再见